好日前台北市内湖发生一起重大住宅窃案 有住户全家南下 却似乎被人掌握行踪 清晨的时候小偷先到屋外观察超过两小时 还移动监视器的角度 当天晚上二次上门直接闯进屋内 偷走台币跟外币共价值15万的现金 还有价值25万元的伊克拉钻戒 共得手40万元 当下屋主持收到手机的监视器APP通知 才惊绝被闯空门 警方获报后展开调查 今天凌晨掌握嫌犯的行踪 推测他可能会去某位朋友家躲藏 就在周遭埋伏果真成功抓到人 而这名嫌犯是流行男子34岁 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 四处漂泊 有时住朋友家 有时住日租套房 公称说现金全花光了 赚钱也拿去贱卖 卖了25000元 他也被一家中窃盗罪 移送法办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